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最近聽到很多人跟我說 你變漂亮了 我不覺得自己有太大的變化 直到我回去看2017年的影片 那個腳板 然後裡面有一顆大顆的 經過腳板的震撞 YAAA的時候 好...好有感覺 難道我錯了嗎? 超級海灘大集合 這麼狂的海灘你有沒有看過? 沒看過? 我現在讓你看看 我糟了我什麼都糟了 拜託不要太暗了 我的媽呀 OMG你絕對不能錯過這本礦事巨作 還是嚇得大家不要不要的 中風 一路跟著我過來的你們 真愛 以下是我簡單的整理出 2018年影響我最多的幾個決定 有沒有變美我不知道 但我真的因為這五件事情變化很大 由內而外的那一種 認識自己 我2018年推薦了很多認識自己的書籍 其實不光是從閱讀能夠認識自己 從很多很多的方面 能夠慢慢的學會跟自己相處 學會感受自己的情緒 知道自己在什麼樣的狀態下 會生氣 什麼樣的狀態下 會開心 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認識了自己 你才知道什麼樣的人適合你 什麼樣的衣服適合你 什麼樣的妝容適合你 我相信大家應該在過去的一年 你看過很多我畫得很崩的妝 我那都是在摸索的過程 沒有人 絕對不可能有人是剛出生生下來 然後就知道什麼東西適合自己 都是跌跌撞撞 碰碰坑坑 我很幸運的是 我在30歲的時候 我就完全知道自己要的是什麼 跟自己喜歡的是什麼 有些人花了一輩子的時間 不見得知道什麼東西是適合自己 就是一昧的盲從 反正看什麼youtuber推薦 然後看什麼美妝youtuber穿什麼好 就跟著去跟著弄 那是他們適合他們的 不見得適合你啊 所以認識自己 真的真的非常重要 也因為了認識自己 所以我知道 培養氣質跟美感 我覺得氣質跟美感 是有一點點不太一樣的 我會把它放在一起講 是因為 他們都同樣是需要靠培養 才能養出來的東西 相對於美感來說 氣質真的比較難 可是一定要有氣質 我覺得一個人 不管分為男生女生 你沒有氣質 那個真的感覺出來的質感很差耶 畢竟我是一個 推廣閱讀的頻道 所以我一定會跟你講 培養氣質最快的方式 一定就是靠閱讀 但除了閱讀以外 多看電影 多看展覽 多看影集 要好的影集喔 多去接觸一些美好的事物 會讓你真的 整個人的氣質跟高度都會不一樣 那至於美感的話 就沒有什麼好說的 美感就真的是因人而異 因為我唸的是美術系 所以培養美感這件事情 對我來說 已經內化變成自己的一部分了 平常我就沒事會去看展 或是喜歡看一些時尚雜誌 設計雜誌 像P-Paper就是一個很棒的 很easy入手的設計雜誌 有好的氣質 有好的美感 然後再加上認識自己的同時 你就會知道 什麼樣的東西 在你身上是成立的 戒斷服飾舒適圈 這點真的很重要 這是我來台北之後 最大最大的觀察 我身在高雄 在台中念書 然後最後在台北工作 基本上北中南三個地方 大地區我都待過 所以我絕對有資格講這句話 台北的女生真的很少穿牛仔褲 她們不但很少穿牛仔褲 她們還把T-Shirt這種東西 當成一種輕鬆簡單的穿搭 但是不會認真的把它穿出門 如果她們今天是要去一個約會場合 是去看電影或是幹嘛 跟男朋友出去 絕對不會是T-Shirt加牛仔褲 那基本上呢 會隨著 緯度越來越往下 越靠近南部 你就會發現南部的女孩 通常都是一件T-Shirt牛仔褲就出門了 不是不重視打扮 而是那樣子的生活比較方便 可是台北人不這麼覺得 在台北 由於實力 大家都差不多 外在條件 大家都差不多 打扮 穿搭 也變成自己實力的一環 你能不能在第一印象 給人留下好印象 是個非常重要的關鍵 這就是為什麼 我們需要認識自己 需要培養氣質 需要培養美感 需要知道什麼樣的東西 在自己身上適合 因為如果你永遠都是T-Shirt牛仔褲 在台北老闆的眼裡就是 你連自己都照顧不好了 你怎麼可能可以應付的好工作呢 所以面試的時候要特別穿搭 不是沒有原因的 化妝 化妝這個東西比較因人而異 我們家沒有任何一個人會化妝 這也可以理解為什麼 我一開始化妝化那麼悲劇 可是 如果你的工作是要面對大眾的 化妝就真的很重要 像我一樣需要拋頭露臉的 那化妝就真的很重要 台灣人是一個非常奇特的種族 我們大家都口口聲聲說 我們不會以貿取人 但是Fuck it 只要你長得醜 你的機會就是比別人少一半 台灣人就是一個 非常非常非常標準的外貿協會 還不承認 這是一個真實案例 是我哥想要上台北來工作 可是我哥呢 嚴格說起來長得比較憨厚 比較溫柔的男子 然後他上台北呢 Always找不到工作 甚至有一間出版社發了他三次面試 然後三次都晃點他 直接放他格子 這就是台灣 你如果不懂得打扮好自己這一張 頸部以上的這個部位 你連找工作連面試的機會都沒有 那如果你要學會化妝 你要知道什麼樣的妝在你臉上是成立的 所以要認識自己 是不是環環相控呢? 既然要會化妝了 那最後我們就一定要講到 醫美保養 在我說到不消費的一年 這個計畫的時候 有不少人跟我說保養品不是必需品 我相信講保養品不是必需品的這些人 全部通通都是男生 但對於女生來說 這個社會對女孩子很不客氣耶 在社會上分成兩種美女 社會價值觀底下的美女 另外一種是天生自然的保養出來的美女 在社會價值觀底下的美女就是 她們眼睛一定要多大 BMI值一定要在18以下 三圍一定有一個非常標準的比例 然後腿細的跟骨頭一樣 腰瘦的跟螞蟻一樣 不是正常的身材 但是男生都很愛看 氣質型或者是比較嫌清良母型 那種類型的女生也是漂亮的 身材是勻稱的 但通常不會太誇張 會把自己打理的好好的 但這兩種類型的美女 不管是哪一種 她們都是保養出來的 所以不要再跟我說什麼保養不重要 保養他媽的很重要好嗎 如果沒有保養的話 你覺得妝會貼在臉上一整天嗎 難道你們真的相信這個底妝 只要擦上去之後 它就一整天24小時不會掉嗎 如果沒有好的膚質 化妝就不會漂亮 如果沒有認識自己 化妝就會難看 所以這所有一切就是黃黃相扣的呀 但如果有人天生下來 像我一樣 就是爸爸媽媽給的養分太好 長得就比較愛國 這時候怎麼辦 就只能靠醫美啊 我覺得不是保養不重要 保養很重要 保養就是一個生活中的必需品 而且它是實力中的一環 如果你覺得你自己的長相 能夠給你自己百分百的信心 你覺得你完全不需要靠醫美的外在用力 我覺得可以 自己判定自己 怎麼樣對自己來說是最美的 這才是最重要的 多一些些步驟可以讓酸民少一點點折磨 我覺得這種錢我願意花 我真的也不想看到酸民那些留言 真的讓心情非常非常不好 然後後續有人在問我 前陣子打肉毒之後的後續保養 我有問過醫生 有人會擔心打肉毒 臉頰這一塊會掉下來 因為這邊沒有肌肉支撐 好像是有網路上有類似的傳言 你說一直打肉的臉會太久不會啊 肉毒打完之後你沒有去打它 那個肉毒就會消掉 又變成原來你的樣子 不會打 所以不會因為肉毒打太多 然後臉就整個下垂線就垮掉了 所以如果你的臉頰這邊往下掉 很單純就只是因為 你老了 跟咀嚼肌沒有太大的關係 本來就會隨著時間 然後這邊慢慢的往下掉啊 我現在也是這邊的 有一點點小皺紋 但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情啊 就是地心引力造成了 還有我很愛笑 所以我這兩塊會頂起來 但這沒辦法的事啊 為什麼是怪給咀嚼肌 咀嚼肌的唯一副作用就是 會讓你嚼東西的時候 稍微比較沒有力氣 至少醫生是跟我說 不會讓臉頰往下掉 不會造成臉貪這個負責 所以請大家不用擔心 那我上次回去補了 是補了1.2U 就是過半年之後 我補了1.2U 醫生覺得是需要補到1.5U 但我目前是感覺 不需要到這麼多 而且我覺得再多 可能就有一點 柯薄 我覺得我對於我現在 有一點微肉感是 很好的 當然最後最後的重點是 不要落入俗套 我逛了這麼多美妝YouTuber 最後得到的結論 美 有定義沒有錯 但定義都是參考值 先做出自己的價值就好了 我是內可烏喵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用訂閱代替掌聲 按讚加分享 我們下一支影片見囉 大家掰掰 第一次做這樣 類似碎盛念的東西 就是分享一下 我對於美這件事情的感覺 不知道大家對於這樣的影片 喜不喜歡 其實 對於美這件事情 我也被困擾了很久 真的很久很久 一開始我以為 我只要做自己就好 我對我自信就好 後來我發現 還是要顧慮一下別人的眼光 然後在別人的眼光 跟自己覺得做自己就好的中間 我找到了一個很棒的平衡點 希望天下的女孩 能夠跟我一樣 盡早脫離別人的目光 但是又不要遠離別人的目光太多 做自己 這樣子 我覺得最舒服了